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丁进入NBA能后 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 我们还不能预测NBA历史上有好几位中国球员进入NBA 其中谁比较成功呢 Top5 孙悦 孙悦在07年选秀大会上被湖人队选中 能够进入NBA也证明了孙悦有一定的实力 孙悦作为控球后位在身高上有一定的优势 防守进攻孙悦都不差 他在国家队的表现 还成功吸引众多球迷的目光 可惜孙悦在NBA生涯道上场机会很少 得分数据只有抢军0.6分 但孙悦同时拥有NBA总冠军戒指和CBA总冠军戒指 这个荣誉是中国的骄傲 Top4 王志志 王志志在99年选秀大会被曾经的小牛队选中 他是第一个进入NBA的中国球员 王志志从小就展现出篮球天赋 15岁时身高就已经2米多 因此他在中锋或大前锋位置在很有天赋 王志志的NBA生涯算是可以的 在NBA他效力过小牛 快船 这获三支球队 虽然数据不是那么华丽 但他已经很努力了 Top3 一剑连一剑连在06年选秀大会 在第一轮第六顺位被熊鹿队选中 他身体素质出色 外形能投3分 在新秀在季曾经爆砍29分时来晚的数据 也曾上过新秀排名第一位 在当时他被许多网友认为是杰帆姚明的中国人 一剑连在NBA生涯中向力过熊鹿 小牛 七海 篮网 胡人5G球队 在胡人时期 一剑连最终独自请求管理层踩掉自己 从此结束了NBA生涯 Top2 周琪 周琪在CBA时期带领过新疆对杜德CBA总冠军 在16年选秀大会被火箭队选中 火箭队在之后把周琪放进发展联盟 在发展联盟中周琪的表现十分出色 特别是在防守端 而且周琪能够很好的控制篮板 唯一不足就是身体素质不是那么出色 他有望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和进攻能力 未来权力巨大 Top1 姚明排在第一名的中国球员 相信大家也已经知道了 毫无疑问是姚明 姚明在当时进入NBA 可是以选手状的身份被选中的 让啊各位 他应该是进入NBA的中国球员中最强也最成功的 早期进入NBA的姚明身体素质很单薄 但是姚明经过刻苦训练 加上训练师的培养 姚明的意识 防守 进攻能力渐渐提高起来 他是中国最传奇的篮球运动员 相信许多中国人 一提到篮球就能想到姚明吧 总之 我也没有想到身体素质在这里 你还是要的那边 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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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说 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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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天